土耳其风暴导弹,诸葛小册进行观察第23297,今日,据土耳其媒体报道,土耳其高官在国际展会上发言,称土耳其已经完成风暴导弹的研制工作,将在不久试试这款导弹。 这个消息一出,就引来国人的愤怒,因为这款所谓的土耳其国产导弹,实际上是山寨中国的B611M型D的导弹,中国曾向土耳其出口过这款导弹,如今土耳其在没有获得中国允许的情况下,就擅自山寨这款导弹,想着都令人生气,这迷称,土耳其干出这么无耻的事实在不能忍,真是一个流氓国家? 其实土耳其一直就是这么一个流氓国家,当初中国购买瓦良格号航母,经过土耳其海峡时,土耳其就是不让瓦良格经过,后来向中国提出一系列科科的要求后,土耳其才愿意让瓦良格号经过海峡,其中就包括出口B611M型导弹,土耳其不但要求中国提供导弹,还要求中国提供生产导弹的相应技术。 出导弹外,土耳其还要求中国提供火箭弹武器,中国出口的B611M诸葛小车进行观察第23297,其实不仅仅是导弹的设计,就连这导系统土耳其早在十年前,就和中国精密机械建出口总公司, 购买了足足可以装备一个火箭炮连的WSE型300毫米远程火箭炮系统,土耳对此款火箭炮的性能表示满意。 在后续的武器购买项目中,引进了WSE远程火箭炮系统的升级型号WSEB,同时给了Rocketson导弹公司生产这套远程火箭炮系统,编号改为P300。 不久之后Rocketson导弹公司,更是从中国进口到了更加先进的冠性制导陀螺仪,在中国技术支撑下和北约的GPS导航完成技术融合,可以使用GPS来完成对于导弹的制导,这些技术为现在适事成功的风暴导弹打下了基础。 根据土耳其本书的数据,风暴导弹结合了接连贯导技术和GPS联合制导方式之后,原概率误差缩小到了50米,最大射程280千米,有效载和480千克,仅仅通过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出,和2012年中国出口到土耳其的B-611MDD战术弹道导弹的数据几乎一致,仅仅在射程上有所突破。 中国导弹模型,诸葛小撤军请观察第23297,而这款出售到土耳其的B-611M战术弹道导弹,从2003年就开始设计,现在早已经已经过了时代试射,B-611M的弹体长度6.75米,弹体质近600毫米,重达380千克的整体是爆破弹组成战斗部。 虽然土耳其深信这是国产化武器发展的一次胜利,但是风暴,导弹的本质上是中国远程火箭炮系统技术,和B-611M战术弹道导弹制导与GPS融合的国产化版本。 本身来说并没有太多土耳其所谓创新和国产化,而且风暴导弹的技术来源还是中国好几年前的外贸产品,其技术含量可想而知。 想要真正的国产化,不只是单达的仿制和组合,还需要按照国情逐步创新突破,完成技术积累最终实现国产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